我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皇后 皇后真是太子本座了 主 主 您别那么大气劲了 上回行赐的事 幸好是跟蹲大人面见皇上撇清了 否则哪有那么容易脱身 您还是清静清静 耐心等等吧 阿布他们也大概已经到京城了吧 皇上会看在克尔庆的份上 原谅本宫 再纯爱本宫吧 玉妃娘娘 皇上 奴才给您请安了 李公公 皇上是不是要把本宫给放了 是 皇上说玉妃娘娘尽心有段日子了 特让奴才来解了娘娘的禁足 太好了 太好了 听说令妃娘娘在四职会当差时 就和林大人认识了 你也听说了 我还听说他俩从小青梅竹马 在圣经一个庄子里头一块长大的 那你说现在这林大人 是跟皇后娘娘还是令妃啊 你说呢 令妃娘娘可比皇后娘娘年轻呢 说到旧情啊 有谁比得过青梅竹马呀 对啊 林玉妃 你说你最近中了什么邪 这宫里的流言都围着你转 不是皇后就是令妃 你现在都成了人物了你知道吗 你看我干吗 那 我不说你能管住别人嘴吗 你说我可以 你别扯上皇后娘了 也别想上令妃 你心疼谁呀 你心疼心疼你自个儿吧 你一下叛扯上皇后跟令妃 你要大祸临头了你知道吗 皇上这些日子一直在画水墨图 这世间的事情啊 要是都能像水墨画一般 黑白分明那便好了 只可惜 朕画了几日都不满意 皇上心不敬 你说宫中的流言 和皇后令妃都有关 是 这令妃和令妃又是什么干系 奴婢查了 令妃侍卫和令妃都是盛京人 一个庄子上的 听说刚进宫的时候有来往 彼此照顾 令妃还是宫女时 也去冷宫找过令妃 之后就没什么交集了 这么看来 皇后和令妃的来往 是更多一些了 皇后与令妃有来往 也是寻常 毕竟在冷宫的时候 皇上命奴婢安排人去暗中照亮 奴婢找的就是令妃与赵九霄 皇上别多想这些了 闲话就是闲话 不值当天 可是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更何况 朕在木兰市 看到令妃奋奋不顾身地 救了皇后还有勇姬 林侍卫 是忠勇可嘉 忠勇是好 只怕是有些别的 罢了 找令妃过来 看看她怎么说 谨重啊 容貌太太 叫她武后过来见朕 这儿 满蓝醉啊 这宫里明明传的是皇后和刘云彻的流眼 怎么好端端的传起本宫来了 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从哪儿开始传令大人跟主的旧事 不过奴婢打听到啊 这四肢库 花房和武房都有人传 你去查一查 看看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在污蔑本宫 是 查出来又有什么用 脏水得往皇后身上泼 你怎么这会儿来了 皇上和御狐在议论林云彻和主的流言 这就叫奴才传您过去问话呢 皇上议论什么 皇上是相信那些流言了吗 皇上信不信得得看您哪 朱儿 您别舍不得林云彻了 本宫没什么舍不得的 那就好 这件事咱们不能坐以待毙 活可都烧上身了 必得烧死一个才算完 您和皇后谁死了比较好 当然是皇后了 本宫该怎么办呀 先去养心殿 把自己摘干净了 您和林云彻的旧事 您得说得坦然 说得轻描淡写 若涉及到皇上要处置了林云彻 您就努力地推一把 越狠心越好 但光这样 本宫救不了自己啊 是 您还得把皇后和林云彻的流言 递到茂茜跟前去 林云彻和茂茜一直不默 若是被茂茜知道了 说不定还能犯出什么事来 这可比咱们暗中安排人散布流言 有用多了 不成 这个太惊严了 不用您亲自出手 自有人恨皇后恨得牙痒痒 知道了恨不得立刻去给茂茜抵消息呢 玉妃 对 留着她正好顶这个用 皇上刚接了她的禁足 本宫先去会会她 待午后再去见皇上 遮 姑姑慢走 回去吧 遮 娘娘说了 你做得很好 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就更好了 知道了 谢谢姐姐 我会的 去吧 你这样做虽然是想撇清我 可对于凌云彻而言 她还不是一样身陷流言之中 那又怎么样 只要这个人不是姐姐 我就敢去做 这件事摆明了 就是令妃要陷害姐姐 我怎么容许她得逞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这样会害死凌云彻的 如果这么做 可以狠狠惩治令妃 那又如何 海岚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是在这宫中 人人都为自己着想 我们若不为自己想 迟早会被别人害死的 就算我们在宫中再身不由己 凌云彻也是无辜的 她曾多次救助于我 不该成为我和令妃之间的 牺牲品 这外头都在传你和侍卫林玉彻的流言 你自己可知啊 皇上 臣妾都听说了 臣妾出身寒威 与林侍卫颜氏同乡自幼相识 所以 若说是青梅竹马 臣妾也不敢反驳 你自己倒是敢到朕的跟前说句实话啊 求皇上明鉴啊 臣妾为宫女时 应同乡的缘故得林侍卫挤回照影 所以惹出了流言蜚语 臣妾为了彼此的名誉便疏远了 同乡之谊便形同陌路 就算皇上要查 臣妾也不怕 但愿皇上能查个明白 还臣妾清白 一个侍卫让你身陷流言 你愿为该如何处置是好啊 若能杀之而出流言 若能杀之而出流言 臣妾愿意 臣妾愿意 皇上 臣妾是您的妃子 皇上 臣妾是您的妃子 不能因为他人而污了臣妾的清白 毁了皇上的名誉啊 毁了皇上的名誉啊 你敢说出昔日往事 可见心中坦荡 起来吧 谢皇上 ...... 愿直 想向 赴